大家好 最近几天就说这个月季说的比较多一些 那么就有花有问了 自家的月季在花朵开出来之后 一点香味都没有 是怎么回事呢 首先我们要分清楚是不是品种的问题 有一些品种它的花香会比较淡 如果不凑进去闻的话是根本闻不到的 那么除了这个品种之外 还和我们的养护有关 还和光照条件有关 我们先来说一下光照 月季它是一个喜欢全日照的植物 尤其是在它开花的时间 如果光照不足的话 它花蜜就无法形成 花蜜少了 那么香味自然也就淡了 所以就记住这个光照的问题 第二个就是养护上面的问题了 那么在它准备开花的那个阶段 就不要给它浇太多的水 如果水分太过充足的话 也会把这个香味给充淡了 如果想要香味浓郁一些 稍微的适当的给它控水就可以了 那么第二个就是磷甲肥可能没有给足 磷甲肥是它形成花蜜的一个关键要素 我们每隔7到10天左右就要给它浇一次 这个花多多二号去给它补充磷甲元素 关键的是它里面还含有比较多的微量元素 给它浇上几次之后能够有效 而且明显的提升这个月季花它的香味 其实最最关键的一点还是要看自家的 这个月季是什么品种 如果是一些开花没有香味的品种 那么下再多的功夫也是无用 好本期视频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